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风风雨之中还是来赴约了 真的非常谢谢 而且真的觉得今天请到委员真是太刚好 几个大议题 尤其是看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主张 联大2758决议案不涉台这件事情 对于当年退出联合国 还有当时在通过这个2758决议的时候的过程 委员专家 然后待会儿要来谈 当然就是国民党最近有昨天一连串 金普冲金小刀的这种各种做法 我们待会儿来聊 我们先从国家还有国际的层次来聊起 当美国主张的这个联大2758决议不涉台 也就是说美国好像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就是说那么美国对于台湾的定位 并不包含在这个决议案内的对台湾的承认 这到底影响是什么 还是只是在形式上给了台湾一个好像面子好一些 但是实质有影响吗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有政治层面跟法律层面两个层面的思考 在政治层面 美国中医院这个案子不是什么新鲜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台独人士的主张 有一些号称有研究国际法的台独学者 也一概这样主张 然后就透过美国的台独团体向发帕 不断的向美国国会游说 所以经过了这一段时间 一直到了中美对抗的时候 美国国会众议院才把它拿出来 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决议案 新的决议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 然后即使到了参议院通过 注意到它仍然是美国国内法 美国国内法不涉及国际法的效果 它没有国际法的效果 联合国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2758号决议案是国际法 在美国的法律上 国际法的位阶高于国内法 这是美国宪法自己规定的一个现象 所以美国的国内法无法影响到国际法的法律效率 也就是说如果联合国没有做更改的话 那对于美国国会主张什么东西 就像有点那个县市议会做什么决定 无法改变立法院所做的决定 一旦比触当然是以 就无效 当然这个东西 美国也没有办法 只能单方面在政治上表达 去声援台独人士的这种国际法的主张 那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法上 这个是没有效的一个法律结论 怎么说没有效的法律结论 因为2758号决议案 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的时候 事实上是先表决两个决议案 修正案 第一个修正案是美国所提的双重代表权决议案 就是说台湾的中华民国 跟这个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可以并存在这个联合国里面 那只是台湾的中华民国 不能有常任理事国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有常任理事国的权利 他的情形有点像类似现在南北韩方式的 就是双重代表权 南北韩在联合国里面不被视为 是两个会员不视为两个国家 他们仍然保留着统一的空间 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处理 所以你看到联合国的决议案里面 根本就没有对北韩跟南韩多说什么 就是我通过接受大韩民国跟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入会 就这么简单的 也不提其他事情 有正义你们领导的事情 所以双重代表权是美国所提的案子 这个修正案在联合国被否决掉了 所以证实一件事情 不是没有处理两个中国 有 而只是被否决 所以确立一个中国的原则 第二个当时沙奥地阿拉伯 也有提了个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就是一中一台修正案 那一中一台修正案 被用绝大多数的比例被否决掉了 比那个双重代表权这个修正案 还来得悬殊的比数输掉了 那这种一中一台的修正案被否决 就代表说台湾的问题不是没有处理 而是处理被否决掉了 那最后才通过本案就是2758号决议案 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议会的行使的过程里面 都先处理修正案嘛 处理修正案以后 如果修正案通过本案就不处理嘛 那但是两个修正案都被否决 所以最后通过的就是2758号决议案 就是国际法上一个中国原则的起源 根据这2758号决议案 所有的国际法的法庭的判决 都是以一个中国原则 比如举个例子 2016年 这个国际海洋法所设立的这个南海仲裁庭 他通过了这个决议文 虽然台湾方面不接受 因为我们不接受说 太平岛怎么会是 没有经济海域的权利呢 那这个中国大陆不接受 怎么会九段线不存在呢 大概这两个 两方面都不接受 可是国际法院通过的东西 你两方面不接受 其他人接受啊 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重点 他怎么定位台湾呢 他叫中国台湾当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 在1979年4月通过的时候 这个台湾关系法上 怎么定位台湾 他称呼台湾的政府 叫做统治台湾当局 就是Government Authority 这样子 按台湾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是政府吗 我不知道 你是国家吗 我不知道 但是你是统治台湾的当局 那这一句话后来 也在中国大陆流行起来 称我们叫台湾当局 什么叫台湾当局 就变成是在国际法上的 中国台湾当局 你的领土属于中国 你这个政府是中国的区域政府 不是地方政府 但是被认定为区域政府 所以叫中国台湾当局 这也就是目前国际法上通行人 所以尽管美国众议院提高这个 好像在台湾有一种 鼓励台独人士的这种心意 但是我要很明白告诉大家 这个对联合国所通过的 没有法律效力 至于他们所宣称的2758号案 没有处理台湾问题 也是错的 因为先处理台湾问题 被否决掉了 被否决掉了 台湾成为一个联合国国际法律 意义上的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或者独立的国家就不存在 这一天发生在1971年10月25号 当时第26届联合国大会 方刚委员帮我们把这个历史 好清楚 真的是历史专家 不是啊 国际法专家 国际法专家 他把当年的 因为我们博士学会是哪个国际法 研究很多历史事件 历史事件里面用 你只是用相对的法律 跟经济观点去看待 那这一天 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关键的一天 那一天呢 刚刚两件事情 虽然这个美国 或者是沙特阿拉伯 这两个提案都想要保住台湾 可以在联合国里有点习次 最后通通被否决了 这个画面 其实大家看了 以前好像 我自己小时候 也没在教科书上看到 那个叫做我们的联合国代表 最后奋而离席 发表了演说之后 退出联合国 走下讲台的历史 因为两个修正案 被否决了以后 这个2758的决案会通过吗 所以他就宣布退出 可是他退出是没有意义的退出 因为 只是宣布退出 可是人家表决通过了 再来 今天是7月27号 其实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我昨天晚上把脸书写下来 1953年的7月27号 到今年刚好是70年 这70年代表什么 韩裔 就是70年前的今天 南北韩签订了停战协定 那南北韩战争就正式告一段落 所以这70年代南北韩的老百姓过的一个和平的日子 但是我们先了解到 这个韩战在1950年爆发打了三年 为什么 因为1948年的5月10号 当时美国不顾苏联的警告 就违反同盟国的南北韩统一的协议 南北韩统一是根据开罗宣言 根据波子坦公告 根据另外大家的备忘录 认为要南北韩进行 给这个居民投票 然后形成统一的韩国 可是当时美国违反了这个协议 片面宣布成立大韩民国 就现在的南韩 所以5月10号南韩成立 所以苏联只好在9月9号 就是等于过了快 这个四个月以后 就成立北韩 他们叫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 所以南北韩就开始对峙 但跟台湾有关系来了 隔了不到两年 1950年3月1号 蒋介石先生在台湾宣布复兴事事 就恢复兴事总统职权 等于是他再度领导中华民国政府 可这个时候美国是不支持的 而且还落井下石 因为他们在1949年 1950年年初发表了一个对华政策摆笔书 说蒋介石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不支持 那还落井下石 为了要抗二就联中了 那个还没有抗二联中了 那还早 对不起 抱歉 然后放任蒋介石政权 他们就称作蒋介石政权自生自媚 那毛泽东也很积极的准备台海战争 1950年 然后要趁蒋介石的脚跟上位站稳 跨越台海拿下台湾 然后最重要的是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1950年4月就是蒋介石321号 这个衰护总统执权 当然有人对这个法律的程序有点疑虑了 那另外一回事 那到4月份的时候 美国就指责蒋介石专制独裁 然后开始策划要发动政变 要推翻蒋介石跟中华民国 政变的预定发动时间是 1950年的6月30号 主题逝者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叫爱奇逊 那1950年6月25号 25号 北韩金日成突然发动韩战 那回兵南下 结果美国突然警戒到 说蒋介石跟中华民国的战略价值 一些本来要放弃的 那当时准备推翻蒋介石的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 接到韩战爆发的消息 根据很多人回忆录写的 他说在办公室一度吓傻的不知所措 然后乖乖的停止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计划 所以我说这个叫计划赶不上变化 前后只差5天的时间 因为6月30号 他们准备发动政变推翻蒋介石 6月25号金日成就发动韩战 改变了美国的意向 对对对 蒋介石意外的 我的用词意外的躲过 美国准备好的斩首屠龙刀 因为这种斩首好熟悉 中中国家常常发生 接着美国总统在6月27号 杜努门就发布了韩国情势声明 开始说主张军援跟金援蒋介石 还有承认中华民国 那蒋介石 美国除了撤销推翻蒋介石的政变计划外 还派第七舰队阻挡解放军渡海 并且维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所以就是这样来的 原来如此 让蒋介石能够继续宣称 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一直到1971年的10月25号 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案为止 真巧时间刚刚好 真的 所以对当时对美国而言 蒋介石跟中华民国最珍贵的战略价值是什么 就是用来阻挡毛泽东取得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 蒋介石的命运本来是在1950年 6月30号的政变中会结束 但金日成却在6月25号挥师南下 改变了南北海的命运 也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蒋介石的命运和中国华民国的命运 那毛泽东眼看着解放军渡海统一台湾 绕不过美国第七舰队 他们当时没有海军 所以只好在当年的10月19号 把兵力掉入朝鲜半岛 用志愿军的名义参加韩战 然后除了很意料之外击败美军 所以南北海的局势产生平衡 最后签署1953年7月27号的停战协定 那我只能说这一人串的事件 形成了南北海的对峙 也形成台海两岸的分立 然后金日成发动这场韩战 没有达成统一全韩的战略目标 然后却阻碍了毛泽东统一台湾的计划 又意外的挽救了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 也挽救了风雨中残存的中华民国 而且并给了后来民进党跟台独分子 意外生存及发展的空间 那我们只能说1953年7月27号 签署的这个停战协定 所代表的意义不仅仅是影响朝鲜 影响到台湾岛 影响到巨大 所以我们今天谈2758号决议案 我觉得国民党要民进党 应该感谢金正恩的爷爷 金日成 没有他那个时候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 哇把历史的轴拉长了 看才真的看到真实的状况 因为如果单一只看 今天美国众议员所通过的 主张连大2758决议不设台 好像在保护台湾 那我们再看的确在联合国 1971年那一场会议里头 美国也曾经试图要保护我们的习次 没有错 好像是要并存 但其实前面的前因 却有更多 想要让台湾消失 消灭的前因 可是这样历史发展下来 更客观的来看 才会知道 美国到底所有的这个决策的出发点 是在哪里 是为了谁 当然不是为了台湾 当然不是啊 美国 因为他们觉得拿台湾来对抗中国大陆 在蒋介石时代是 我可以利用蒋介石 跟中华民国的名义 这个控制住 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一票 这个投票权利 还有联合国大会的席位 不让讲 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基本上是才是这个策略 所以蒋介石就很高的战略价值 中华民国很高的战略价值 一直到了 后来 这个 应该说1972年 那个尼克森跑到 访问中国大陆 然后签署上海公报以后 就证实他们认为就是说 那蒋介石也好 中华民国的这种战略价值已经没有了 还有更重要的敌人要对抗 对呀 联中抗苏 这个时候才是苏俄 当时不叫苏俄 当时应该正确名字叫苏联 苏联 俄罗斯只是苏联底下一个加盟共和国而已 那以前曾经想利用的时候 没有用了 当然就可以丢了 对对对 现在他们觉得我们有值得利用的地方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案通过那个案 但只要台海爆发战争 我百分之百确定 美军会躲得运远的 哇 这个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 对 没错 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非常的深入 让整个历史可以拉长来看的时候 就大家可以真的耳臭目明的来做判断 这个很多人讲说 2758案决议案没有处理台湾的问题 错了 因为前面有两个修正案 只是都被否决了 产生了今天中华民国的历史定位 就是这样目前的状况 因为曾经有过一个 我这段马上要进广告 但是我之前小时候 有一个论述 后来去查过资料 但是在民进党很多的肇事 还是常常提到的 就是说 哎呀都是国民党 自己要退联合国 把联合国时事给丢光光了 都是我们党人害台湾 离开了联合国等等如何 表决书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否决案 通通没有过关 对对对 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关心国事 哎呀 你这个可以讲两个小时吧 我想 没有不用 只要讲完了 我觉得你这个太专业了 我们真是 如果都只是看当时那个历史的点的时候 觉得好像是这样 好像是那样 美国对我们好好 但是短短时间内 刚开始是要推翻蒋介石 后来金日成发动寒战 突然就发生 哇你很有加持 真的 对对我先念个读 给委员听一下 派大新刚给我们超级留言 他说昨天呢 在黄光晴的节目上 王上志 也不听后来会大白话 我不晓得没听到 我也没听 但我早上也听到人家转述 就说在那上面讲说呢 侯市长是衬托型的人格 什么欲强则弱 欲弱则强 那只有默默流泪之时 宋处于省长 两岸一家亲 传人的柯P跟郭董搭档 只好这样搭档 那甚至他说什么 引颈期盼 韩市长出国救国 忽民 好像很难啊 对啦 就是 不只 昨天其实节目上 我还听到了很多别的啦 三十分钟掌握世界 没关系 这个谢谢你的逗内 还有另外一个逗内是 没关系待会儿来念咯 苏洪哲的 气质王小姐 浅秋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 中央宣网 千秋万时间 邀请蔡正元前委员 来 这个中广的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安 台风天 大家注意安全 是我们在风雨中 刚刚有深深读书深的感觉 因为我们把历史的纵深 拉长来看 美国最近在众院 所做的决议的时候 就更清楚 台湾应该如何去决定 自己未来的前途 那不是因为别人的国家利益 就误以为 我们必须要赖清德讲的 我们只能跟着美国啊 我们必须跟美国在一起啦 好像只能做一边的选择 好 那国际的情况是如此 回到台湾来看看啊 这两天当然 很多新闻都来自于这个 侯友宜 当然有些民调数字 还在努力当中啦 美丽岛民调最新公布的 也往上回来的一些 全代会的民调 我的看法 因为他没有超过三个percent 所以算误差范围 我们要很客观看问题啊 是是是是 这民调数字 现在只有美丽岛民调是在全代会后 像柯文哲有掉了四个 四点多个percent 所以他是超过误差范围 哦 然后这个赖清德的 虽然有微幅下降 但是下降幅度在复杂范围 因为所有的民调啊 一次在抽样原理上 误差范围都三个percent 如果没有超过三个percent 你不能说他下降或上升 但是这次民调数字 至少是说在全代会后 因为包括台湾民基金会 他在民调昨天公布 都是在全代会前 理论上是应该对于 蓝军有一些团结的 正面的鼓舞的气势才对 不是蓝军团结啊 主要是韩国瑜啦 那个没有韩国瑜 那个全代会比清明法会还不值钱啊 就是韩国瑜表现得很热络 愿意放下对于 侯友谊的各种恩恩怨怨 然后一些侯友谊 怎么用白眼对待韩国瑜 韩国瑜用热情来拥抱侯友谊 然后就造成了很多的韩粉 放下了心结 然后愿意说在民调电话里面 改过来支持侯友谊 但比例不高 因为我判断全台湾的韩粉 至少在选民中有将近快8到10个percent 在国民党的选票里面 也有将近三分之一 认为是认同韩国瑜 甚至于同型韩国瑜的都有 那所以这个这一部分呢 有将近个2个percent 移到了这个 活友谊的支持度上面 这是可以理解的啦 好就是说在这样的氛围 至少大家士气上感觉要正在往相对团结的方向走的时候 侯伴的执行长 金普聪执行长 就开始从他好像休息一个礼拜 没有发表什么看法 这个礼拜之后呢 他就上了节目 当然就开始大刀开始砍了 那砍向都是党内的小鸡 那包括了 罗志强 很重的话来批评 包括了许晓星 许晓星昨天甚至我跟他 他还告诉我说 他不敢上节目了 我心里想说 许晓星也有不敢的事情 当然他都会在自己的认定的这个党内 纪律里头 他会做他自己认为 应该要年轻人嘛 我就是要冲 冲我 认为我理所当为的事情 连他其实都已经有点畏惧了 当然后来越讲越生气 他还是生气痛批了一下 火爆娘子 是是是 所以可以感觉得到 好像一刹那之间 那个蓝军所谓的那个氛围 要合作的氛围 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就是小鸡现在人人自危 游舒惠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说 哇他觉得现在好像是 大家瑟瑟发抖 怕的不是跟对方打仗 是怕的是党内算账 那今天忠实的这个社论直接写 金普聪图称内乱 国民党必须直写 结论的时候大家停 国民党跟侯友宜呢 对于金普聪的进退去留 必须想个清楚断个明白 这个是忠实社论的看法 您呢 岳飞不是死在对手的手上 是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所以国民党党中央出现了勤愧 勤快 那当然想当岳飞的这个 去打这个敌人的罗志强 跟徐晓星就很可能有被 这个勤快斩杀了风险 那再加上当时的 南宋的这个皇帝是昏君 很像现在国民党党中央的事情 我公开讲 朱立伦就是当时的宋朝的南宋的皇帝 然后我怀疑 因为以前我说这个金普聪 应该是比较像和珅 就看起来不像 不像 他比较想 自认为自己就是党主席 他昨天讲过嘛 向党主席叫正 炮轰党主席 说清楚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什么叫执政大联盟 为什么不知道 好像他是 他是朱立伦的上司嘛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 罗志强跟徐晓星 战斃风头 躲避金小刀的刀光剑影 就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不要是为了国民党的这个 勤快的出现而有所牺牲 不需要 因为国民党的前途 绝对是在罗志强跟徐晓星这些人身上 不是在朱立伦跟金普聪这些人身上 这些人太老太没用了 没什么 没什么意义啊 那这个 侯友宜是一定是败局 没有人能够挽救他的命运 理由很简单 不是侯友宜不好 而是 至少 两个人 三个人要选了 菲律正的两个人 三个人要选了 神仙难救无命人 这没办法的事 那金普聪想要带着侯友宜 挺起胸膛倒下去 我们就祝福他 让他随心所欲 如他所愿 那我就想到一幕南宋 陆秀夫 背着宋少帝 跳崖 入海 那个历史镜头 可能很快就会再出现 是要跳崖了吗 有必要这样吗 所以连宗史都已经出来说金普聪徒征内乱 这个国民党必须要止血 宗史是相当难 相当挺国民党的一个报纸 相当挺韩国瑜的一个报纸 那在社论上的公开批判金普聪之乱 就像我讲啊 就是当太监装太后的时候 这个政权就很危险了嘛 太监自以为是太后 李莲英自己以为是慈禧太后 就瞎指挥起来了 因为昨天晚上到 伙伴这里连发几篇声明稿 他仍然是非常的强硬了 那他们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所谓的要安慰碧圈壤内 所以先要把内部的不同的声音 或者是不团结 他是认为这些人造成了这个 党内的士气不团结 那所以必须要砍 必须要杀 请问一下这几年来 罗志强 徐小新 他们所立下的汉马功劳 你侯友有利益师吗 你金普聪有利益师吗 你朱立人有利益师吗 都没有啊 你们是四位素餐啊 那什么好意思 以党中央的权威 如果说他们决定要开除 这个罗志强跟徐小新的党籍 我举双手赞成 因为不这样子 国民党怎么会魅亡呢 对啊 对啊 那现在这个 金普聪以前在马英九时代 是死得开了 他因为马英九 就把权力都交给他 让他可以富翁换女 他是真的以为自己很行啊 其实台湾最了解 我已经补充了 我应该不是数一数二就数不到三啊 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 他很喜欢大权独揽 他很喜欢号令天下 他喜欢控制所有人的行为 稍微不听他的就斩杀 而且当时有马英九撑腰嘛 他可以肆无忌惮 那很不幸的 运气不太好 现在马英九在国民党内的行情是很有限的 而且马办那边也很清楚厘清说 并不是他 马英九希望金普聪过去作证 那也不代表说 这些金普聪的意志就是马英九的意志哦 马英九意志又怎么样 对啊好笑 一个 一个 怎么讲啊 王谢唐泉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就不要在那边自称贵族了嘛 这个 这些贵族就早点再见吧 现在已经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所以我是觉得 不必要太理会他们了 这个是有新闻价值 但是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含义啦 那所以 金普聪这么行的话 我倒是建议 我觉得曾立文根本 根本脑筋不清楚 他主张什么 以韩国瑜代替代这个 侯友宜 这错的 我主张 我现在改变主意 我反对郑立文 我主张要 以金普聪取代侯友宜 金普聪都会 都会表现啊 侯友宜就一副那种 那奶奶的躲在金普聪的屁股后面 像个小弟一样跟着金普聪走 所以应该要金普聪来选总统 我赞成 应该再开全代会 把金普聪扶上位 这么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刀 怎么能够不重用呢 朱立文啊 你脑筋不清楚 你怎么征召侯友宜 侯友宜的正当性啊 不是党员初选出来的 他简单讲是 朱立文委任的 因为朱立文征召他 等于朱立文把权力授权给他 那所以随时可以收回来 我建议朱立文改征召金普聪 但这份权力赋予到什么程度 我昨天问子哲啦 因为他是侯伴发言人 我就问了一个 其实关键的问题 大家好奇 为什么都是侯伴跳出来喊 要开闸小鸡 要对小鸡党继处分 请问他们是根据 党中央的任何条款吗 还是考计会的决议呢 党中央也是跟 这个侯伴同样的看法吗 那总要有一些基础 而且代表党中央来发言 要处分这些小鸡的时候 才是名正言顺啊 但谁代表国民党党中央呢 能够代表国民党党中央 当然是只有 以国民党惯例这两个人 一个党主席 一个秘书长 因为秘书长可以 成党主席的意思 对外做决定 那为什么都是侯伴 说要开闸小鸡呢 因为他们侯伴 他们是党中央啊 他们现在是 全党的最高指挥部啊 这个僵尸 他们是幕府大将军 取代这个明治天皇啊 不是吗 就是开始要实行幕府制度 就是像以前 民国初年的军阀制度 军阀远高于总统 现在军阀远高于党主席 哎呀可喜可不 我们终于回复到民国初年 降在外嘛 所以军令可以不受啊 还要怎么样 就赶快看 军令可以降在外 军令可以不受 我同意啦 但是降在外 也可以取代军令 那我就不同意啦 他们现在自认为 他们是党主席啊 他们党中央啊 所以这个金补冲 这个接受赵少刚专访的时候 有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当我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记不记得这句话 有啊他就讲这句话 因为马英九就是当时太宠爱他了 所以让他觉得他就是党主席嘛 不过他也很厉害啦 他当时马英九一再宣称说 他不学陈水扁 他当总统绝不会坚论党主席 可等到金补冲 想回来当党的秘书长的时候 然后条件就是要 这个马英九把吴伯雄给赶走 马英九自己兼党主席 然后他当秘书长就 无人之下万人之上 现在在马办也是一样啊 赵道理会有个本来是最规划 是要王金平当主任委员嘛 但是金补冲的条件说 不可以有主任委员 只因为有荣誉主任委员 所以党主席只是荣誉主任委员 下来他就执行长 求对的老板而已啊 对对 他是执行长 老板出钱而已啊 老板只能出钱 不能做不能讲 只手画脚 不能只手画脚 我金补冲是无人之上 万人 万人之上 无人之下 不是一人之下 无人之下 因为这个模式在台北市政府也是啊 当金补想要回市政府当副市长的时候 就把欧金的干掉 对 就把原本干得好好的 人该赶的就要弄酒了 但是国民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体制混乱 因为当时号称马金体制 你有没有听过国民党历史上有一个幕僚 自称委跟最高领导人绑在一起叫马金体制 李登位在嚣张的时候 苏志诚也是一个小弟而已啊 也不敢讲说 是李苏体制啊 对 然后 还是有上下之比的 蒋经国权力再大的时候 他也有好几个重要的幕僚 也不敢自称讲谋体制啊 但是金补中就堂而皇之 告诉他的媒体朋友 我发广告给你们 你要开始称马金体制 他自称核心幕僚 其实就是马英九是幕僚 他是核心啊 那现在是侯友宜是幕僚 金补中是核心啊 所以我觉得金补中号令天下 我给他百分之百的掌声 给他鼓励 加油啊金补中 小金子加油啊 无论如果他到伙伴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这个一个多月以来 对于侯友宜的民调 还有各方面的表现 那有好的地方 当然是让侯友宜 至少在发言的一致性 还有好像气势上 甚至好比方说 昨天皇子哲说好了 跟韩国瑜碰面的时候 教他手把手教他演练 怎么食指紧扣 怎么去拉肩啊等等 这些策略是给了侯友宜 很重要的方向 但是实质上 民调到目前为止 除了台湾民进会 这一份全代会后 有些微的回升 其实数字都还不是很好 都还是第三名 那所以你认为金普通 对于侯友宜的帮助究竟是什么 帮助非常的大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没有金普通的话 侯友宜大概趴在地上了 所以金普通的话 国民党会血流成河 我觉得这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国民党要王的话 没有靠金普通来王不掉了 所以金普通加油 侯友宜加油 继续搞 真的是这样吗 那小鸡怎么办 那现在这些小鸡们 像连陈玉珍都跳出来了 那陈玉珍自己在金门的支持度 当然很高 没在怕 你们要开除我党籍吗 你们要党籍处分我吗 所以他就直接嗆瞎了 那但其他几个小鸡被开除党籍 那可能不见得是这样 这个伤害小鸡就已经本来 已经非常忧心 忧忧的选情 那现在是雪上加霜 谁爱他们这个命运不好 现在碰到国民党最乱的时候 而且我是判断乱子开始 又会更乱 金普通 你现在在台北市生活 乱了一塌糊涂啊 在国民党党内的时候 也乱了一塌糊涂啊 他要什么职位都可以啊 他没有党务之力啊 可以当党秘书长啊 他没有这个外交之力 可以当驻美代表啊 他没有安全之力 可以当国安会秘书长 他什么都能干啊 天下第一能干人 我认为你这个刀砍向党内 现在真的是小鸡人人自为 没有他说我跟他有私人 因为我跟他没有私人恩怨 我根本瞧不起他 怎么会有私人恩怨 我从来不跟他打交道 怎么有私人恩怨 昨天他说他瞧不起罗志强 我瞧不起他刚好 我们来成全国民党的互相 瞧不起的供应链 不是很好吗 的确都传说江湖都传说 你跟他私人恩怨很深 我觉得跟他没有私人恩怨 我觉得跟他没有私人恩怨 你找出哪一件事 我跟他私人恩怨 我也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瞧不起他 不跟他打交道啊 国民党当时没跟他捧着他 我看到他都吐口水的 对啊 所以我跟他怎么有私人恩怨 对不对 那种靠私后组织 取得权力的人 以前就有李连英华和声 我怎么会瞧不起这种人 所以我瞧不起他 我跟他没有冲突 也没有私人恩怨 硬说有冲突 是有一次在中常会里面 我当着马云九 痛批他 后来可是马云九 接受我的意见 当时痛批的内容是什么 没有 因为他有个决议 他当秘书长决定说 要在立法院通过一个法案 就是说台南高雄 这些地区要升格为直辖市 然后很多的乡政民代表 会被取消 然后就把他聘为区政顾问 每一个位给他六万块 他觉得这样说 就国民党有票 那我当时站起来反对这个案子 没有人敢吭声啊 这我敢啊 我当时在中常会里面 他坐在那边 避逆中常委 中常委怪的跟贵孙子一样 我这个中常委才不甩他 我是不客气说 你马云九当时没有 我去修改排队条款 那你马云九能够选总统 你什么冲啊 对不对 我的角色是这样子的 那当时我的批判他说 你知不知道啊 你知不知道那个南台湾啊 那乡政民代表都是民进党啊 你现在一个人给他六万块 你不是养虎一换吗 但你有没有脑筋啊 我当然痛批他 你这个秘书长 有没有搞清楚状况啊 台南你去选不选 台南高雄 这乡政民代表 蓝绿比例是多少 你没有搞清楚 你拿钱养民进党 是不是打击国民党啊 那就马云九 看我们两个 你一言我一语 越讲越火辣 我才不甩他呢 就后来马云九说 好好好 意思是你们两个不要吵了啦 我想一想啦 就过来后来 有他就把金木中案子给撤销了 的确常常听起来 马政府有时候 这不算恩怨啦 这不算恩怨啦 好像有些政策上 反而不是 不是对于自己党内 或是对国家大政有帮助 反而肥了对手 民进党好像这也不是第一件 对不是第一件 不过我没有太管他们的事啊 后来我就忙我自己的 的事情啊 像最近在吵到什么北流音乐中心啊 我是这些很过分 你们啊 问吗 北流音乐中心是我争取来的 对啊 都没有尊重我一下 你们吵什么 其实这个李四川讲的不完全对 这个柯文哲讲的不完全对 因为当时的这个跟中央跟地方的这个金会分配 不是这样分配的 那这个 而且民进党的这个 郑文哲讲的也不是全部的正确的话 那我们待会来讲一下北流好了 因为今天继续在北流的议题上 尤其自由时报当然大作嘛 聊聊到北流的议题 因为委员当年也是促成这个案子 北流在南港是我争取的 不许问郝龙斌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因为我也很精彩 我想用广告时间来念 多内 谢谢阿三哥 阿三哥跟我们说早安 跟你说真正的蔡博士早安 因为有假的 对 你们需要这样欺负人吗 有假的啊 不用我们 其实要欺负别人都不够了 然后Iris Lee 她说绝望的情绪 在深蓝选民当中蔓延 这些国民党员们的功劳不小 不要讲谁都那么无辜 或者是失望绝望的选民 现在可能通通都不出来投票了 立委总统都不投 那就是抱着一起灭亡的这样的方向 没有感觉到深蓝选民 绝望吗 是集体毁灭吗 这个是一个深蓝选民 他的超级留言 美金应该在美国 他的忧心 那拍大心其实刚刚讲到王上次的那个故事爆料 他还讲到了韩国瑜说什么 他曾经在立法院期间提了一个 刚上任的时候提了一个什么详细的建议案 要帮我们国家做什么提案 结果送到了当时的金普松手上什么 就一次没有看 连拆都没有拆 又退回去 这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无法查证 然后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去证实或否认或怎么样 我也许有机会可以问问看 然后苏鸿哲的斗内是说 跟我们说 金老师根本说没有打科 但是他说蒋万安川博在狂打 国民党的精神分裂 感觉故意变黑白 根本双面人 我自己个人比较不觉得川博会为了政治立场去打 那应该是他对于这个流程上 李四川 李四川 应该是他有一些对于这个 有误解 因为他们不是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壮胸网千秋万事 今天邀请蔡政委员 从美国跟台湾 美中台三方的历史渊源 谈到了国民党 当然斗内 刚刚在广告时间念到了一个斗内 忧心忡忡的选民 他说现在已经是 蓝军的支持者 集体的忧虑 甚至要走向 集体毁灭了 甚至这个投票意愿 已经是空前的低落 还有半年 怎么样换回这些人的心 这才是重点吧 因为我不是党干部 我是一届平民 我也是无党 你是还是党员 对对我是党员 可是反正党中央能够把一个这个不错的局面完成这样子 我也深感佩服 佩服之心 如这个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 我现在开始学识 这个我们的周星宇 因为本来理论上 不管是游盈隆讲的八年魔咒 或者是执政党如何的执政不利 疫情期间如何的谋财害命 然后到所有的国家大政经济方向 没一步好 真的是我们游戏我们旅游业出身的这个业者 大家都已经觉得不明白为什么把台湾要走到这样 更靠企业投资大家出走景气这么不好 可是呢我们台湾 我们经济成长率富的 对啊 出口又连石黑 可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野党还没有办法好好的 争取政党轮替吗 不是啊 因为这个核友谊这个朱立伦也征召了核友谊 然后核友谊这个自己的民调无法起色 那找来金普冲 那金普冲认为他必须要掌控 这个所有国民党的命运 然后凡是不听话 他话的人就要斩杀 那这样他认为要朗内才能够安外 这个道理有怎么想都想不太通 好吧好吧 你就玩吧 对那 既然这个国民党出现了和珅李连英 不枉也难吧 嗯 现在朱主席赶快说 他这两天会找 包括侯伴吧 包括了金普冲吧 主要是金普冲吧 要谈到底什么是执政大联盟 要解释清楚 因为被呛了嘛 那所以接下来 朱立伦还要跟底下人解释清楚啊 党主席干了这么悲屈啊 不过当然朱立伦他有一个很大性格上的问题啊 他就是 哎 优柔寡断 个性柔弱 对 可是他至少还愿意解释吧 党主席要跟 让大家沟通 他征召活友谊有没有跟大家解释 也没有啊 征召活友谊的事情 有没有比这个什么 在野大联盟更大 更对国民党更大 他也没跟大家解释啊 那竟然没有的话 他只是为了金普冲 也需要跟金普冲解释 可能啦 因为以前在马英九的时候金普冲是这个无人之下万人之上哦 所以朱立伦长期啊 匍匐在他脚下已经习惯上要跟他报告了啦 好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好 好吧 我讲出你心里同意不敢出口的话 不敢接话 我们聊北流好了 最后一点点时间 真的是大炮王 那个太强大了 我们来讲北流 因为北流现在变成了一个 自由48当然要大家做的一个标题内容 那几乎整版整版 每天他们正在节目 都要谈这件事情 是国民党的蒋安安市政府 跟柯文哲前朝 两个政府之间的一些冲突 说是柯市府公文啊 打脸柯文哲啊 北流好几次调解啊 整个预算的问题 都没有通知文化不等等 重点就在于预算到底谁出 柯市府有没有好好的编列 那当时跟中央协调是什么 其实委员有最深入的消息 内部第一手 因为当年是他促成的 对我跟大家讲 当年是陈玉秀在当文建会主委 然后好像张张什么生 张景生 他就有个提议 说要在台湾北部跟南部 各建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来推动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 然后各县市都在争取 那我知道民进党当时最想设立的 是在这个桃园青浦或者新北市 找到一个适当的地点 那当时决定要在哪里的落脚的 最终原因是土地使用分区 跟土地大小的规模 那当时我想 我刚好当时我是争取在内湖 设一个音乐中心 失败 因为我看中的是大湖公园那块地 结果AID把我抢走了 那我承认我拳头比AID小 我不敢跟他抢 可是还有没有在内湖 内湖后来塞成那样 那个大湖那边不是科学区这边 那是全台北市最美的风景区 是很美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比这个地方更美了 大湖公园 大湖公园那个所谓的拱桥月照 那张照片还成为全世界十大风景照 那结果AID抢走全台北市风景最优美的地点 那我平时摸一摸 我哪敢跟AID杠 我胆子小得很 那我就到处找地 那结果刚好这个他们要成立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我临机一动 原来就现在的北流的地点是要设小学的 我就找马英九 马英九就好像叫底下人跟我联系 我说把这个小学 这个搬掉北的地方就废掉 那我们来做流行音乐中心 旁边有个公园 公园加小学面积刚好够 然后他们就一里苦瓜脸说 废小学要当地民众同意啊 他说委员你如果能够把 少子化你看到趋势 那时候还没看到 我承认这个 然后他们他就说 你能够说服当地的民众的话 没有人反对我们就可以来做 那我说好 包到我身上 我就去把那里长啊 地方弄弄弄弄 他们竟然被我说服了 那说服了小学就不盖了 我当时的说法不是不盖 我说我搬到北的地方 我再找北的土地给你们用 那这样子的 他们就同意了 同意了就把这个 这个小学跟旁边的公园并起来 我们就跑去文件委员去 争取这个北流流行音乐中心 所以本来是落脚在新北市的 新北市的土地分析弄不出来 我们很快弄出来 那是在马英九执政的第二任期 快结束之前 那所以 那其实马英九不晓得这个事 所以当北流刚才动工了 马英九跟好龙斌去施工 马英九看好龙斌说 这土地是谁弄来的 好龙斌搞不进入状况 他不知道 就是马市长你当中的 我这是什么弄 是我弄的好不好 当然是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协调预算 南北北流跟南流 都有一个固定的预算 我忘了是四十五一还六十一 就是中央要给 但是有地方自己经营 那既然有地方自己经营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要怎么盖 去找设计师怎么施工发包 通通跟文化部无关 文化部就负责给钱而已 超过的钱就是要台北市政府负责 那这个当时就在好龙斌的内就开始发包 开始设计 可是当时发现一个独特的问题 南流没有问题 南流在旁边没有住宅区 北流旁边都是住宅区 住宅区会噪音 那噪音怎么办 你不能像那个在士林棒球场 开演唱会的时候 附近居民就丢罐头啊 对不对 人家想睡觉啊 你们还在唱歌 那而且他还是有个开放性的设计 所以我当时就找好龙斌协调 说那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请设计师 改成这个活动式的封闭式的 有隔音效果的 那好龙斌就去找那个设计师 重新弄弄弄弄 回来告诉我说 要增加六亿的预算 我老天哪 突然就跑这个六亿来 我就把文件会啊 还有市政府找来协调 这样好了啦 增加预算一个人一半啦 那个是有写上协调文件的 真的很重要 这是关键 因为你看在小巨蛋办很多的艺人 也没有办法尽兴的原因 就在于噪音 对啊对啊 所以加了六亿的噪音的预算 那结果这个一个人一半 那我现在才知道说 后来我不再连任立委 我主动退休 不再连任立委 2016年我当选当天晚上 我就宣布下届不连任了 当年轻人去 就后来就没有交下去了 那文件会也换人了 那台北市政府也换人 不认账 大家都不晓得这个事 所以现在开始到柯文哲的时候 他即使柯文哲的工程发包 是好农兵时代就发包了 不是啊 他只是接下来去管工程 执行 然后他们可能搞不清楚 来龙去脉 所以跟市政府 跟这个什么中央要钱 那中央不认账 立法院蔡政委也不再就论 都没有交下去了 那个立法院在的时候 他们就当一回事 立法院不在他们就不当一回事 就扫掉了 所以我很值钱 我至少值六亿 所以现在炒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柯市府就跟他要钱说 你给我们要补多少钱吗 他们就一直没有拨下来 没拨下来 那个工程款 就变成柯市府要多支付利息费用 那其实这个利息 工程利息也很高 还好啦 因为那工程金额很大嘛 那利息金额其实都要付 不是中央付就你地方付 只插在这里啊 中央钱也是借来的啊 那现在我是觉得 这个是为了政治选举 柯文哲今天如果不选总统 这个事情不会拿出来吵了 也不会被放大了 那因为李四川也很认真 做这个工程 说那个他们就没有把这个权弄好啊 的确这个这个杖是在柯市府没算好 但不能怪柯市府 因为这是好龙病事务时代交下来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都没有把源头搞清楚 其实也不怪他们 他们根本不懂来龙去迈 那我懒得理他 我不想去帮他主持公道 为什么 因为好龙斌在洞工有邀请我去啊 但是他竟然找那个 那个农运台在那边讲话 讲老板你没有时间让我讲 我就寄个私人恩怨 这个才是私人恩怨就对了 柯文哲在这北流成立也没有邀请我啊 根本不知道吧 对啊 老柯我很讨厌你这私人恩怨 对啊 然后这个现在讲话当然更无辜啊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嘛 那川币当时没有负责这个 负责这个是那个谁 以前是李永平啊 也是李永平在负责 李永平比较知道来龙去迈啊 对啊 李永平还跟我讲说 哎 蔡大哥啊 我们那个钱啊 我说好了好了 我来瞧瞧看啦 那后来有在瞧过吗 有啊 李永平占得很卖力 他们讲李永平对这个案子的功劳很大啊 嗯 因为那什么工程细节 我跟你讲 我是盲忽 我根本没有心情去管那个细节啊 我只管说你看多少啊 多少啊 帮你补上就对了 我帮你补上就对了 其他的难的管啊 难怪你售后服务多那么好 哈哈哈哈哈哈 你化妆有化 是是是 哦时间到了好可惜 薄言谢谢拜拜 拜拜